明朝时期有一户周姓人家 一家三口虽然日子过得并不是很富裕 但生活却是十分幸福 然而这天发生了一件事 让原本生活美满的家庭出了变故 周家有个女儿名叫周东梅 模样俊俏 弯弯秀眉宛若一轮心悦 清澈的眸子更是不禁让人我见有脸 其父周弘德乃是一介脚夫 平日里靠帮人拉货为生 钱赚得不多 但也能够贴补家用 这一天正赶上周东梅及几日 可父亲周弘德却是不在 不过周东梅并不担心 因为前几日父亲出门送货的时候 特地告诉过他 在他急急这天一定会赶回来 周东梅一大早便守在门口苦苦张望着父亲的身影 然而从早到晚都不见父亲的身影 母亲里是见女儿闷闷不乐的样子 连忙阿妹说道 你爹啊 这一次去了很远的地方 估计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 莫要再等他了 我们东梅急急这一天的礼节还是不能少的 说着 李氏将周东梅引进屋中 为其竖发家拆棺 望着铜镜中周东梅 李氏不禁叹道 想不到我们东梅这么快就长大了 行了急急礼 我们东梅就可以出嫁了 到时候让梅人给你寻个好夫家 你嫁出去了 娘也就放心了 周东梅被母亲这番话说得小脸通红 连忙扯了扯李氏的衣袖娇称道 挨压娘东梅不嫁 东梅要一辈子守在爹娘身边 周东梅笑着 可心里还是有些失落 人生大事 父亲却爽约没有回来 他望着空荡荡的门口 笑容越来越勉强 不过周东梅的变化 李氏似乎没有发觉 李氏轻轻戳了戳周东梅的小脸说道 小丫头嘴甜呢 不早了 快些休息吧 说不定你爹明天就回来了 母女俩正说着话 屋外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母女俩有些疑惑的对视一眼 紧接着周东梅便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定是爹爹回来了 周东梅小跑着降门打了开来 然而门外站着的不是父亲 而是一个看起来老实芭蕉的陌生人 此刻这个陌生人满头是汗 气喘吁吁地站在门外 还没等周东梅开口问什么 门外的陌生人却抢先说了话 请问这里是周家吗 周东梅点点头 陌生人这才从袖口中小心翼翼地拿出来 一张纸递给周东梅说道 这张纸是你爹让我送过来的 周东梅狐疑地接过陌生人手中的纸 打开一看发现纸上空空如也 唯有正中央写着一个不起眼的水字 周东梅不解 他摊开手中的纸问道 这这是什么意思 我爹呢 陌生人摇摇头 我也不知道 周大哥只是交代我一定要将这张纸送过来 然后周大哥他 他死了 陌生人最后一句话让周东梅母女顿时如遭雷劈 怎么可能 我爹他怎么可能会死呢 你一定在骗我对不对周东梅哽咽地说着 陌生人有些为难地垂下头 随即叹气说道 具体什么情况 我一时半会也解释不清楚 你们还是随我来看看吧 说着陌生人扭身便朝着屋外走去 周东梅母女俩见状也慌忙跟了上去 随着陌生人的脚步不知走了多远 从村中走到村外 又来到另一个地方 直到走进一处水井旁 陌生人才停了下来 水井后方躺着一个男人 只是这男人浑身干干瘪瘪 宛如窟窿一般 十分可怕 周东梅不想承认在地上躺着的这个男人是他的父亲 可男人身上的衣服却是和父亲临走前穿的一模一样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想起几天前笑意盈盈地拍着胸脯跟他说一定会回来 庆祝他吉吉的父亲 周东梅不由地眼眶湿润 此时此刻他毫不畏惧地扑倒 在父亲身上崩溃大哭 发生在周洪德身上的事情的确是离奇可怕 这位陌生人乃是这附近的村民 名叫大牛 大牛晚上出来打水的时候 就见周洪德跌跌撞撞地向前走着 走到水井旁忽然倒地不起 大牛健壮连忙跑过来询问情况 然而周洪德却是递给大牛一张纸 让他务必要交给隔壁村的周家人手里 大牛见周洪德情况不乐观 想要将其扶起来到郎中那里去 但周洪德却是白手道 不用了 帮我带句话 告诉我的女儿 让他一定要小心 话还没说完 周洪德忽然间耿住脖子 双眼微突 死死地扒住自己的衣领 下一瞬周洪德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般 头一歪倒在了地上 与此同时 他的身体也别了下去 周洪德的死实在是不可思议 周东梅认为父亲的死实在是太蹊跷 便跑去官府报了官 然而当武座看到周洪德失身的时候 怎么也不肯相信 这竟然是刚刚死亡的 无论从表面 还是深度检查来看 周洪德至少已经死去几十年了 但大牛亲眼所见 此人是在一瞬间变成这样的 周东梅母女俩更是可以证明周洪德的身份 这让官府一时之间实在是摸不到头脑 但经过检查之后 发现周洪德身上没有伤痕 体内也没有任何毒素 也就是说周洪德的死并非他杀 但具体的死因他们也查不出来 这件事情只好作罢 周洪德的死给整个周家带来了巨大的伤痛 母亲李氏与周洪德相互搀扶多年 感情深厚 如今周洪德先走一步 李氏不禁是每日以泪洗面 周东梅更甚 父亲的死对他的打击很大 一方面是父亲的死因之谜 另一方面则是父亲的身后事 周家本就靠着周洪德一人帮人拉货过日子 挣多少花多少 根本没有任何余钱 如今父亲走了 周家连钱都拿不出为父亲办身后事 总不能将父亲直接用草洗子卷上埋了吧 这样的事情周东梅做不出来 至少也要口棺材才行 然而周东梅东听西凑也凑不来一两银子 周东梅这天夜里辗转反侧 他将凑来的钱一点点摊开 小心翼翼地数了一遍又一遍 可还是那些数额 根本没有任何变化 此时此刻周东梅渴望着天上掉馅饼的事情 是的 他只在需要二两银子就够了 他只是想让父亲死后安息而已 周东梅想着便躲在被窝里哭了起来 哭着哭着他沉沉睡了过去 这天晚上周东梅做了一个梦 他梦到一个浑身散发着黑气的神秘人 来到他身边说道 小姑娘 想要脏腹却没有钱 我可以帮你啊 梦中的周东梅文生赶忙问道 求你帮帮我 神秘人哈哈笑着说道 小姑娘生得一副好皮囊 只要你听我的话 明日晨时到东街上卖身脏腹 我相信你会卖个好价钱 到时候不仅你嫁了人让母亲放心了 你也会得到一笔丰厚的钱 来给你父亲处理身后事 一举两得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 周东梅醋梅思考 梁酒中事点了点头 第二天醒来时 周东梅对昨晚梦中之事记忆犹身 他思来想去 或许卖身脏腹是现在最好的方法 想着 周东梅便来到梦中神秘人指点之地 他跪倒在地 等待着有缘人的到来 然而在如此繁华的东街上 却是没有一个人肯为他停留 从早到晚 就在周东梅跪在地上 有些摇摇欲坠的时候 忽有一人停在了他面前 周东梅抬头望去 映入眼帘的是一张俊逸非凡的面貌 有棱有角的脸配上 如同雕刻般的五官的男人 男人一双剑眉下的桃花眼 此刻正有些好奇地打量着周东梅 周东梅渐渐垂下头 面前之人并非常人 并是某大户人家的贵公子 这样的有钱人 怎会如此好心 又怎会看上自己呢 然而当周东梅再次将头埋下去的时候 一道低沉的嗓音 从他上方传了过来 卖身脏负重声帘 人笑之心动好天 好一个有孝心的女子 不知姑娘 为父亲办身后事 需要多少钱 本公子愿意帮助你 周东梅有些受宠若惊 慌忙磕头道 感谢公子出手相救 东梅只需二两银子 若公子帮我渡过难关 东梅愿意以身相许 一辈子照顾公子你 公子却是笑道 以身相许只需要二两银子吗 我会觅得一处风水宝地 好好安葬你的父亲 这公子名叫成泽水 乃是城中鼎鼎有名的 大户人家的大少爷 成泽水出身富贵 出手也十分阔绰 答应了周东梅之后 便高价请了一位先生 来寻一处墓穴 这先生满头银发 一身白衣 看起来仙气飘飘的模样 在周东梅眼中 这先生定是神通广大 先生带着周东梅和成泽水 一路来到四处环山的地方 先生拿着罗盘在山附近走来走去 最后来到一处大树旁 这才停了下来 先生指着树下的一个地方说道 这里便是风水宝地 背靠大树有靠山 不仅对仙人好 更是造福子孙后代呀 只不过这价钱嘛 先生捋了捋胡子 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 成泽水明白先生话里的意思 连忙说道 先生价钱的方面好说 我成家也不是小门小户之人 只要让我岳父能够安息 我便放心了 说吧 成泽水挥挥手 顿时便有人抬着一箱东西走了上来 先生将箱子打开 周东梅顺着望过去 发现箱子里放着的不是别物 正是荧光闪闪的银子 周东梅从未见过这么多的银子 没想到找一处风水好学 竟需要这么多的银子 一时间周东梅心中分外感激 这个萍水相逢的贵公子 找好了墓穴 成泽水又带着周东梅到木匠那里 高价定下最好的梨花木棺材 原本周东梅卖身 只需要二两银子 这下怕是二百两银子都不止了 周东梅看到 成泽水为自己花了那么多钱 不禁低头说道 成公子 你我萍水相逢 今日也不过是你我第一次见面 这么多钱 东梅当真 不知该如何感谢公子了 成泽水却是笑道 从今以后 东梅便是我娘子 我成泽水自是要对你好 再说了这些钱 对我成家来说并不算什么 东梅若想感谢我 待嫁进成家后 多多为我成家开支散业才是 周东梅被成泽水的一番话 羞得脸通红 成公子 我我娘还不知道这件事呢 成泽水说 无妨 今日我便上门去拜见岳母 当母亲李氏知道 女儿卖身脏腹的事情后 十分生气 李氏是人妻 更是人母 周东梅这般草率地将自己卖给了他人 将来以后 若是受苦该如何是好 可建成泽水对周东梅很是关心 更是花了大价钱安葬了周洪德 李氏的心 这才稍稍放了下来 寻到了宝地 梨花木棺材也做了出来 几日后的一早 周东梅在附近村民的帮助下台关准备将父亲下葬 几人摇摇晃晃地上山 周东梅和母亲李氏则是跟在几人身后走着 然而还未走到墓穴 便听到一人的惊呼声 周东梅跟在后面 连忙问道 发生了何事 台关人却是站在原地 不再向前 周东梅有些诧异 当他走上前的时候 也被眼前的景象吓傻了 只见一条水桶般粗细的大蛇盘 绕在原本看好的风水宝穴上 看到几人的到来 大蛇忽然直立起身子 忽视眈眈地看向众人 不过见这大蛇并没有伤害人的意思 周东梅便壮着胆子慢慢向蛇靠近着 走到大蛇跟前时 周东梅停下脚步 虔诚地跪下来说道 蛇仙大人 今日我父亲要葬在这里 不知是否冲撞了您 如果冲撞到您 东梅 在此向你道歉 说着 周东梅在大蛇面前磕了好几个响头 然而大蛇 却是不为所动 身后跟着的几个村民 有些好打不平的青年人 见到此情此景 一个个围在周东梅身后义愤填膺地说道 东梅 不过就是一条长冲 哪里来的蛇仙 不要再跟他废话 兄弟们 冲 把这长冲打死 正当几个青年人拿着铁铲要冲上去的时候 周东梅忽然起身拦在了大蛇面前说道 几位大哥 感谢今日你们愿意帮助东梅 只是万物皆有灵 这蛇虽然可能不是什么蛇仙 但最起码也是一条生命 放过它吧 周东梅话音刚落 一道清冷的声音却突然传到了他的耳中 我在这里是为了救你 此刻不埋葬你的父亲 兴许你的父亲 还有一线生机 但倘若你执意要将其葬在此地 那么一切都没有回头路了 就连你都可能身处水深火热之中 周东梅四下望了望 不知是谁在说话 但眼前的大蛇却是向他点了点头 随即便慢悠悠地离去了 想起刚刚那段话 周东梅有些心有余悸 不将父亲葬在此地 父亲便又会一线生机吗 可是那位先生不是说这里是风水宝地吗 一时之间周东梅有些犹豫 但抱着试试看的心里 周东梅还是将父亲葬在了距离墓穴一米远的位置上了 时过境迁 转眼周东梅嫁进成家 已有半月 奇怪的是 周东梅从未见过他的父母 倒是偌大的成家里吓人不少 不过周东梅从未见过一个熟悉的人 每天见到的都是陌生面孔 周东梅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但每每问起 成则水也不过是扯开话题不再谈论 这天周东梅起夜 出来的时候 无意间听到两个小丫鬟在屋外嘀嘀咕咕说着话 只听其中一个小丫鬟说道 真是奇怪 禁服两天了 见到的都是不同的人 昨天我还看到小春的身影呢 今天却怎么也找不到了 你说这城府不过才这么大 难不成那些人还能凭空消失不成 是啊 我也发现了 说实话我跟你一样也是两天前来的 城府这么大 按理来说都有自己用习惯的吓人了 可他们却是隔半月便招些人来 这城府就像是个无底洞一样 那么多人来到城府不知道都去哪了 你说会不会成少爷他二人话音未落 忽然倒地不起 周东梅正想开门出去看看情况的时候 下一瞬却见门外两个小丫鬟忽然身子如同被抽了气一样 瞬间就别了下去 此情此景和当时大牛描述自己父亲一模一样 周东梅瞪大了双眼 不敢置信地看着门外 不一会儿一个黑影悄然而至 黑影手中握着一个发光的白球 在白球中周东梅看到了先前在外说话的小丫鬟 他们二人撕心裂肺地喊叫着 拍打着白球的四臂 只不过瞬间 白球被一股黑气围绕 在一眨眼白球里的人影便消失不见了 一幕幕惊心的场景映入周东梅的眼中 他捂着嘴望着门外 眼前的黑影缓缓转过身来 周东梅惊诧地发觉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他的丈夫成泽水 成泽水转过身缓缓朝着房间 靠近着 周东梅不敢再耽搁 他慌忙来到床上 钻进了被窝里 他尽量表现得十分镇定 可是想起方才的场景 他还是忍不住颤抖了起来 不一会儿 开门的声音传了过来 夜很安静 安静的周东梅 能够听见成泽水轻轻的呼吸声 成泽水见周东梅睡得正香 不禁勾起唇角 自言自语道 爹娘你们放心 百魂还差一个 现在只等请君入瓮了 呵呵 月光下 成泽水俊逸的面庞上出现了一抹冷笑 显得他是那般阴森可怕 这时周东梅终于明白 父亲的死是成泽水害的 而自己还傻乎乎地相信了 他的花言巧语 现在想想一个萍水相逢的人 凭什么会对他这么好 而父亲给自己留下的那张纸 不就是在提示他吗 水成泽水 怕是先前带着他寻找风水宝学 也是在作戏吧 好在自己听了大舌之言 并没有葬在那里 这样说来 自己的父亲还有一线生机 难道父亲 他也在成泽水手中的白球里吗 想到此 周东梅暗暗下定决心 那个白球他一定要拿到 无论如何都要救自己的父亲 几日后 周东梅趁着成泽水不注意 在其饭菜里加了些佐料 一顿饭过后 成泽水昏昏沉沉地趴在桌岸上 怎么叫也醒不过来 周东梅小心翼翼地靠近成泽水 然而还没等其触碰到白球的时候 成泽水忽然睁开双眼猛地抓住了他的手 周东梅受惊慌忙要跑 却是怎么也挣脱不开 成泽水音侧侧笑着 没想到这么快就被你发现了 本想再多陪你玩上一阵的 既然如此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说着成泽水拿出白球对着周东梅的方向用力一息 周东梅瞬间觉得自己身体中的某些东西似是被拉扯般疼痛 不过这样的情况不过一刹那便恢复如常 周东梅有些不可思议地看向面前的白球 却见白球中有一个熟悉的身影趴在壁上 似乎在跟某种力量抗衡着 周东梅一眼认出那是自己的父亲 见周东梅没有事情 成泽水也十分诧异地将白球对准自己看了又看 当他看到里面的周洪德时 成泽水瞬间脸色一变 他抬手恶狠狠地瞪向周东梅 你 你竟然没有把他葬在那里 为什么为什么 周东梅死死盯着成泽水手中的白球说道 是啊 你当真以为我那么傻吗 成泽水呵呵笑着 你坏了我的好事 坏了我的好事 成泽水说着 又将白球对准周东梅 口中还喃喃地念着晦涩难懂的词 周东梅忍着身体里的疼痛 他缓缓地伸手前去 猛地抓住了白球 成泽水此刻脸色大变 连忙就要去争夺 但周东梅哪里肯给他这个机会 拿着白球转身就要往外跑 可尽管如此 人高马大的成泽水伸手便捉住了周东梅 二人争夺之间 白球落地 发出一阵刺耳的声响 随着白球碎裂 一道道数不清的身影骤然冲了出来 化成一道 黑剑朝着成泽水便飞了过去 黑剑刺入心脏 成泽水轰然倒在地上 紧接着黑剑化成数十道魂魄 顺着门窗飞了出去 在月光的照射下 周东梅清楚地看到一个白色的身影 从成泽水的身上飘了出来 此刻成泽水脸上不再是可怕的笑容 而是一抹淡然 他回身望着躺在地上的自己 不禁露出了鄙夷的笑容 原来死亡这般可怕 从前我只想着自己 却从未想过别人的感受 听着成泽水的叙叙叨叨 周东梅这才知道 原来成泽水收集这些灵魂 是想要救自己的爹娘 为了一己私欲 害死了这么多条人命 可以说成泽水 现在的下场正是他旧游自取 成泽水飘然而去 而周东梅的父亲的魂魄归位 奇迹般地复活了 一家三口再次团聚 只是在周东梅离开后 那些原本四分五裂的白球 又缓缓聚合在一起 形成了新的白球 此为藏魂珠 原本是对付妖魔的戾气 却是被有心人当成了作案的工具 不知藏魂珠后来又去了谁的手里 只是善恶一念间 自己做的恶 也终有一天会以其他方式回到自己身上